這個禁燒生煤跟石油膠的這個自治條例 其實中央已經發動了三波的對我們的攻勢 那昨天我們也看到了經濟部的這個次長 包括內政部包括環保署 環保署都有就這個事件來發表他們的看法 口徑都是一致的 那經濟部他的這個立場就認為說 我們的這個自治條例是違反了 這個能源管理法跟這個空氣污染防治法 但是能源管理法它規範的事項 是有關於能源的供應業務 我們所規範的對象是關於能源的使用的事項 所以這個規範對象不同的 他說我們違反能源這個管理法我們不能接受 那至於空氣污染防治法 它本來就授權我們地方 可以來核發這個操作的許可證 既然有這樣子的授權 那我們就可以因為地方特殊的狀況 我們來禁止它使用特定的高污染的這個材料 這個是法律授權我們地方的這個思想 另外這個內政部的部分 他一口就咬定說這個是中央立法的思想 不應該由我們地方來管 那它是一個地方制度法的主管機構 我們認為它一味的站在中央的立場 而不顧這個地方制度法 它名文的一個授權 這種立場也是讓我們質疑 另外就是環保署 環保署它的這個說法呢 就比較曖昧了 它一方面也肯定我們這個立法的方向 是有助於改善空氣的污染 但是它又把責任推給行政院 推給這個經濟部 它不敢做主 這是對於這個環保署的部分 至於我們訂定這個自治條例 其實最重要的一個考量就是我們縣民的健康 有關於國人健康的部分 是衛福部它的職責 但是衛福部在這一波的這個事件裡面 它好像是第三者 它好像是沒有它的事情 從來沒有為國民的健康講任何一句話 所以我簡單的說起來 經濟部在這一波事件裡面 它就是一個騙磁部 以在乎的 這個是 有情能夠提供給每年500多億的這個中央的稅收 那這個內政部呢 它是一個維持部 只顧來做這個中央政府的打手 環保署呢 我們希望它能夠硬起來 能夠站在環境保護的立場 能夠來支持地方 這樣負責任的一個作為 至於衛福部 你如果沒有過 北線的健康的時候 你也差不多可以包起來 那我們第一個就是會距離立正 那中央如果說它禁止宣佈 我們是無效的話 那我們會跟中央來打憲法的官司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